一個焦點是維他奶 維他奶的劇集 因為社會事件 有內部聲明 在內地的平台 有相對上負面的留言 在微博有觀眾的留言 有發展公告等等 也有零聲令商戶 主動下架的維他奶的產品 對它的影響相對上大 因為近期的業績 內地佔的業績 其實都達到近六成 香港大約三成、四成左右 你看到全然 其實近幾年主力增長是內地 雖然近年是放緩了 令股價衝上去 回到內地的增長放緩 但是這個增長放緩的瓶頸 其實主要有幾件事 一個就是渠道問題 因為現在的主力 其實很靠的消息都是南邊那邊 另外一個其實是幾大問題 就是產能的問題 其實產能有需求在這裏 但產能不能夠摘得到 但其實要留意一件事 其實在東莞的廠房 其實就開始投產了 相信其實對它的產能來說 是一個挺大的舒緩 以及可以幫到它的增長 如果沒有這件事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一個值得憧憬的 另外一點就是 其實有些新產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為什麼內地爆得起呢 其實就是維他檸檬茶 近期來說就是出了一些新產品 就是一個氣泡的檸檬茶 其實是一個碳酸的飲料的產品線 我覺得也挺有那個市場在這裏 其實大家在香港也有得買 大家也有得試一下 如果有看股份的話 自己試一下產品也挺重要的 其實短期其實沒辦法了 如果你還沒買的話 也不建議大家去買 因為比較依賴內地收入的來源 以及增長 如果內地短期的事件 你不建議 很難去估計 繼續發酵成怎樣 因為你只是一兩天而已 你只是跌了一天 要留意 如果你還沒買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要去 不要牽手住 如果買了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 即是沽一部分出來 但是你跌了一成多 不用沽了 你先沽一部分出來 向下要看到甚麼位置 如果你真的要看甚麼位置 比較有價值 我覺得你去到24元以下 那些甚麼位置 才開始慢慢收集 但真的不用太急 因為這一個消息來說 你不知道發酵的程度是怎樣 你家公司很難控制 你希望它能夠冷處理它 慢慢慢慢地淡化它 如果不是太大影響的話 我覺得新廠房 東股廠房 以及泡沫檸檬茶 其實應該是挺不錯 可以幫得到它 有一個增長在這裡 因為它的收入 其實它已經回到早兩年 即是2019年的水平 你要回到那一個盈利的話 我覺得不是一個難事 就是去做一些成本控制 因為它為什麼真的正常差 因為有幾個原因 你整合一些渠道 另外那個生產的成本 都是一個令到它一個問題 另外是什麼呢 其實它也是挺加大力度 去做那個市場推廣 所以令到它整體的成本 其實是上了去的 接下來 如果真的去到24元以下 其實現在還未到 它堆下去24元以下 我覺得真的可以去追求一下 去分註 還有註碼控制 就不要太大了 可以24元以下去分註買 以及真的可以中線 就等它 就是那兩個利好消息慢慢去 就是起碼你要等負面消息淡化完 然後那兩個利好消息 慢慢反映出來 股價就會有機會縮大 然後再回上去 如果還未有的話 我都覺得 你應該寧願第一等 雖然它今天 其實你試過一些低位 好像真的 叫做 有個十二星 看看短期有沒有機會 真的收回上去 其實完全不排取 但因為它的負面因素 真的大家猜不到 它升上去 那就升了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我 如果你給我看 那個 真是marginal safety 以及防守力強一點的話 不在24元以下 我就不成功了 25元以下